这班师回朝都回了两个月了 每次都那么说 谁还会相信呢 说的就是啊 现在每天宫中的日子多爽啊 我再也不用提前一两个时辰梳妆打扮了呢 哎呦你要不说我还真没有看出来 你的真面目原来长这样 那怎么了 都说啊化妆是为了尊重自己 我呸 我连自己想见的都见不到 我还装个屁了啦 哎呦 以前我这娇气怎么都不见好 现在时不时让她出来吹吹风 暂时太阳 我这娇气倒是好了一大半了 再也不用担心皇上看到会不哑观了 难道你们就不想念皇上吗 想怎么不想 可是一想到啊 现在每天自由散漫又舒坦的生活 对她的想念呢 就减少了三分之一 娘娘 娘娘 那边传来消息 说皇上已经到了城门口 很快就到皇宫了 快快梳妆 各位打败 ,"惠妆,惠妆!" 看来人摔败 kommt第一只 你说 если持续 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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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将军 快快请起 皇上 杨将军这么晚来辞 可是有什么事 皇上 臣教子无方 教子无方啊 是关于杨延的事 皇上 皇上 臣刚刚收到 我那逆子扬言的家书 家书上说 他和九王在一起 正逃往关外 我那逆子 从小脑袋刮就不好使 他现在和九王 估计正在圣都周边 臣现在就带兵把他抓回来 不必了 皇上 您另有谋话 该如何处置九王和杨延 这也不是没有想过 只是还没有想好 皇上 您有何疑虑 九王和杨延现在还未归案 若是他们被抓到了 朝中大臣一定会上书 要求将他们处死 可是皇祖母年岁已大 再加上杨将军你 皇上 您要是顾虑 我和那逆子的父子关系 那臣现在 就和他断绝关系 不只是你 包括杨家的祖辈 都对南下有恩 战功显赫 若是处死他们 怕是会伤了很多人的心 如今他们在外逃亡 不再回圣都 也不会再威胁到朝廷 如此到甚后 就任凭他们自生自灭吧 皇上 您宅心仁厚 臣谨记于心 九哥 等到了下一个村子 我就把我的刀给卖了 这样 我们就能吃一顿饱饭了 我想好了 怎么了 我想好了 我们不能再如此下去了 这种东躲西藏 浑身发愁 风餐露宿的日子 我早就已经忍受够了 九哥 等到了关外 我磨过生计 就不会这样苦了 现在是苦了点 你再忍忍 姚言 你听我的 作为一个男人 根本没必要这样 你是锦衣玉石的大将军之子啊 本来有大好的前程 在前面等着你 你现在却跟着我过这种不忍不轨的日子 是我害了你 九哥 无比多说了 都是我自愿的 我已经想清楚了 我决定回去认罪 什么 你别想不开啊 你回去 气伤能饶了你吗 你忘记了吗 太后惩罚僵尸那个 撕腿的刑罚了吗 你别别别 用我一人的性命 换你们所有人下半辈子和我自己的坦荡 我觉得值了 九哥 我懂了 我陪你去 走 娘娘 您在想什么呢 这么入神 我一想到九王 心里就不是滋味 娘娘 您不会还是对他 我对他早就没什么想法了 我也告诉自己 不要再想这件事 但我一想到 九王他曾经救过我的命 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我就觉得良心不安 娘娘 九王现在一信全无 我们 就盼探一切安好吧 也许没有消息 这就是好消息 无论如何 我希望他还能活着 活着 比什么都强 没有 应该是水 就与妳多ní 帮她们的手铐 打牢 早祸 将 sentir 做了这么多面子功夫 有什么用 你倒不如一刀圣旨 把我给判死 反倒不难 你以为朕不行吗 老九 朕没想到你一错再错 最终 还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我和你已经无话可说了 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一个人设计的 别人毫不知情 他们全都被我给骗了 至于皇后娘娘 是我蓄意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她对你忠心不耳 毫无动用 总之 一切都是我一个人的过错 你想给我定什么罪名 痛痛快快地来吧 九哥 把他们都押下去 是 走 走 齐圣 为何不速速判我 别动 走 齐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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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皇上 太医 太医 皇上 他们两个回来自首了 那真下 他们两个人都难逃一死了 玲玲 背上好吃的 我要去见羊眼 来 呢 我 过来 去 去 去吧 它 去吧 过去吧 吧 去吧 家 去吧 言言 眼睶 看什么呢 都磨上了 我看蚂蚁搬家呢 这哪有蚂蚁呀 是有从艺而终的人 才能看到 是 就连蚂蚁都知道挪挪窝 你跟九王为何这么傻 还要回来 我是陪九哥回来的 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红烧肉 下猪蹄 这都是我最爱的 慢点吃 慢点吃 怎么了这是 是不是好久没吃到这么好的饭菜了 姐姐 你给我送这些好吃的 你是不是要送我上路啊 你瞎说什么呢 我是看你在这种地方吃不到好吃的 才给你送过来的 我是有骨气的男人 不是进来之时 你哥没良心哪 我好心过来给你送吃的 你还跟我玩起不顶情来了 要不是你向皇上投怀送抱 九哥也不会鬼迷心窍的 我去投底 那是两码事 好 就算我投怀送抱了 他也不能干出投底那种事 你终于承认你是投怀送抱了 我 那他就没想过 如果达子攻陷了平宁城 而我就在平宁城里面 我里外都是死路一条 他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那时候 九哥得知大事已去 我的父亲投靠了齐胜 朝王叛逼 连你也变心了 你们都跟着齐胜 九哥他一无所有了 他只有一强愤恨 只想杀了齐胜 赢了齐胜 赢了齐胜 他心里的内心苦 你作为一个女人 你是不会理解的 是啊 一个女人 是没有办法理解 和原谅九王的做法的 但是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 我是可以理解的 换做事我也会那样做 现在看来 是我愧对于他 是 你是你 你 还是你 你 我 你 我 我 还没有做好面对他的准备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今宵有酒 今宵醉 不知我能不能看到 明天的太阳呢 姐姐 你这还不是送我上路 你这熊孩子 你怎么没完没了 啊 啊 你喝酒了 皇上 你来了 朕知道你会去看阳炎 却没想到你会喝酒 我刚才是私自去看了阳炎 皇上要罚就罚我吧 别再给阳炎添毒了 朕罚你做什么 朕知道 你看到阳炎那个样子 心里难受 你一直把他当弟弟一样看待 如今他生死未卜 你肯定很担心 你肯定是死未卜 你肯定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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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知道 这件事 我没有理由让你网开一面 说出来 无非就是为难你 也让我自己不好过 你可知道 九王为何会回盛都认罪 他想一个人揽下所有罪责 毫不牵连任何人 一开始朕也很吃惊 不过后来便理解了 他会去通敌 朕能理解 他会回来认罪 朕也能理解 这才是他 这才向他的作风 人总是在一念之间 对错都由不得自讲 皇上 我希望你相信我 与九王再无其他感情了 只是觉得 他不应该这样去死 老九他作为一个男人 一辈子为情而去 可这情 本就不属于他 他想夺回王位 可他在关键的时刻 又做出了罪错的选择 以至于到了今日这番经历 既要怪他自己 也要怪命运不将 朕和他同位男人 能够理解他的所作所为 我去休息了 我去休息了 你就不问问 朕打算如何处置他们 我知道 皇上早已有主意 我再说什么 都是多余 请 前公公 君旨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九王通敌叛国 蓄谋弑君 理应处斩 但念旗已有悔意 且主动自首 上天有好生之德 先祖有爱护手足之遗训 故免旗死罪 薛旗爵位 废为庶民 流放岭南 扬言 殷旗年少 受人蒙蔽 念旗初犯 不予重罚 冲军北磨 五年后重返圣都 钦此 你这不孝子 还不叩首贤恩 也不是皇上仁慈 你等哪能逃得我一死 谢皇上不杀之恩 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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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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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会变得不一样 要我说 结果是一样的 这世界上 有很多东西都是注定的 有些东西属于你 有些东西不属于你 人也一样 绕到哪儿去 是你的 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 强求不来 是你的 彭彭 从此以后我们可能很难再见面了 皇上这次仁慈 将你发配领带 以后 你要自己保重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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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这 娘娘 九王 他就要出城了 您不去送送吗 这个 是他托人让我带给你的 想必是想在走之前 见您最后一面 还是不见得好 从此各自天涯吧 也要把他带给你的 你还不去 我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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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 你带来 你带来 何iber お師兄 お師兄 九王殿下 咱們該起城了 要是再试点 卑职也难做了 再等等 驾 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